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方 哥 你听见什么了吗 我担心他们在里面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你们果然在这里呀 石姑娘 对不起 唐照天 我告诉你 你们要是一样进不去 你抓了我们也没用 你太小看我了吧 谭台姑娘 你应该知道 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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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鹰 你还执迷服务 我答应过你女儿不杀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能杀我 没有云磊 没有双剑合璧 你们两个就受死吧 不好意思 受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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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夫 没有双剑何必 你们就受死吧 张世成的宝藏 全都是我石英的 石英 你不想 受死吧 要啊 威女 鱼泪 威女 云磊 杭照天 爹 爹 风儿 石英 就连你 居然也敢骗我 你说对了 我就是跟你讲信义 你也不会善待我 算你聪明 你这个鼠妾狗头之辈 我怎么能把你留在世上 我不会把你留在世上的 说一遍 什么是 什么是 没有 什么是 你 把你 雷洪 雷洪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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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阴 人为才子 鸟为食王 这就是你的下场 爹 张大风 这回轮到你了 大风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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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谭太将军 没事吧 师兄 但看把酒毒 唱歌不知 你 看不懂 世事 不再痛苦 在外城市 明月无泪 此刻成风 此刻成坠 在外城市 明月无息 皆成杀 不该尘封 好几如逢 终不回真情难忘 弓打死门 不想歇动 细绝又是谁中 人长梦 将心朦 弓打百慧 此刻成风 此刻成坠 你把呼吸 全成杀 我看成风 抛弃如风 终无回忆 真情难忘 人都我满身风华 路上西斗 其却又是谁中 人长梦 两心头 不能放我 追 杭公公 娘 爹 张丹丰 张丹丰 你现在还想杀我吗 怎么样 看到了吧 你的人 可都在我手里 现在形势又变了 石像呢 都把兵器给我放下 少主 不要管我们 少主 不能投降啊 澹台家的子孙听着 我们不能让少主为难 老夫 先走一步了 澹台前辈 澹台前辈 爹 澹台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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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张丹丰 你投降不投降 不投降 那好 我倒看看 你能撑多久 来人 把那个女的给我干掉 慢 你不要伤害她 我投降 少主 别动 嘲了 去吧 出去吧 好 走 你走 走 你是个实时务的人 庞兆天 要杀药华虽变你 但你不要伤害其他人 你武功不错吧 就凭你们两个的武功 也想了救人 自寻死路 兄弟 我们武功不如你 可我们下毒的功夫 你不得不服啊 你看看你自己的手 你的两条手臂很快就会废掉的 走 跑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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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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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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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铭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想哭就让自己哭出来 这样心里会好受些 云大哥 你放心吧 我没事 谭太老前辈 确实值得人敬佩 你们谭太家 个个都非常对不起 引道给 谢谢你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以前 我已经想要保护少主 寻找宝藏 帮助他复舟 可现在宝藏已经找到了 少主也不想复舟 突然之间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不如这样 你和我一起押送宝藏进京 现在瓦砾入侵 你又有这么好的身手 应该为国出力 你可以以谭太家的名义 联络江湖义士 为大明效力 你依下如何 我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 好 我给你上金 大哥 先回去了啊 你往这边走 我往那边走 那边 这边 这边 哎呀 还是那边 走这边 少主 我先走一步 我去联络各地的义士 共同抵抗瓦砾的大军 碧伯伯 辛苦你了 哎 两位前辈 你们也和碧伯伯 一起去联络义士吗 哎 我们是贼 不是兵 打仗的事啊 没兴趣 不好玩 对了 我们还是回古墓啊 好好休息休息 对啊 我这受的伤啊 现在还疼呢 联维前辈 碧伯伯 丹风就此别过 就此别过 到此 嗯 嗯 少主 多保重 保重 保重 丹风啊 我要马上赶回瓦砾了 庞昭天已经知道我的底细 我必须阻止他 通知师父 这样也好早日助你 救助丹项大人 汉太将军 你一定要小心 如果上官天野知道你的身份 你就马上离开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嗯 放心吧 我会见机行事的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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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磊 丹风 时辰不早了 你们也赶紧的上路吧 把底行图送到京城去 哥 你押运大批宝藏上京 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 有京明姑娘 她时时小心 你就放心吧 嗯 还有 我会调动大批人马 一方面 保护宝藏上京 另一方面秦王 对抗外敌 那我们京城见 京城见 少主保重 好 走吧 走吧 嗯 公公公 公公 公公啊 公公 小福安哪 你不是在京城 这么回来 我 我 我说你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公公 出大事了 你干爹王公公死了 什么 我干爹他死了 快说 快说 究竟是谁干的 瓦礼君 大军入关 皇上要御家倾城 结果 大败而回 兵荒马乱之时 张峰府把王公公给杀了 王公公死后 余燕趁虚而入 清除王公公的部下 他任命张峰府 借关东城 我是乘乱 跑出来跟公公你报信的 公公 你现在可千万别回去啊 哼 哼 朝廷上下 全都是我干爹的人 就算他余燕有天大的本事 也难以全部清除 公公啊 树倒无存散啊 这些人 逃的逃 想的想 现在没几个了 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徒 公公 不 我已经想好了 咱们暂时不要回清城了 野猎大军 势如破竹 马上就要打进城了 等野猎进京之后 咱们再回去 凭着您和野猎的关系 咱们可以东山再起 你说的也对 那好 咱们就暂且在这儿 以静制动 等待计划 哼 哼 哼 不日就将阅笛经成 好 有了这张地形图 我们就可以追击野猎了 丹风啊 我代大明朝 感谢你的仗义和慷慨 在我禀明皇上 向你重重封赏 不 于大人 丹风这么做 不求封赏 只求于大人 能够告知当今圣上 希望他能够爱民如此 让百姓安居乐意 你这番话 我一定要带你告知皇上 于大人 我们在路上听闻 王海已死 野猎正在攻打京城 但我们到达京城之后 野猎已经退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京城一仗 确实让人十分无误啊 当今野猎围攻京城 我亲自督战于德胜门 野猎久攻不下 这时候 各地的秦皇军 和江湖议事前来相助 野猎只好退兵 京城才得以解困 不过 野猎的大军 还没退出关外 不怕 他们还会四季再来 有了这张地形图 我们就可以集结野猎 让他们的大军 葬身中原 于大人 野猎始终死心不息 想占有中原 日后 于大人有用得着 担风的地方 尽管吩咐 我和云磊会全力以赴 好 于大人 那我们两个 就此告辞了 告辞 好 于大人 不要送了 保重 保重 公公 京城怎么样 大事不好 野猎大军被打败了 他带着残余部队 退出关外了 公公 你不是说瓦礼十万大军 势如破竹 马上就可以攻进京城吗 怎么说败就败 说退就退了呢 公公 你别激动 听我说 听我说 说 叶烈 曾经攻打过京城 但九功不下 他想重整军行 再次进攻 没想到 张丹风 张丹风把那张军事定型图 献给了于燕 于燕如获至宝 把瓦礼大军 打得一败涂地 逐出了关外 又是张丹风 公公 息怒我 如今大势已去 我看京城我们是回不了了 还是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 大势已去 我干爹死了 超寒也死了 小福安 现在 也只有你陪着我了 公公带小的恩重如山 如果没有公公 就没有小福安 小福安一辈子 都追随着公公 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我庞兆天 也会落得如此地步 公公 不如 我们去瓦礼吧 不去 小福安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为什么不去瓦礼 公公说了 小福安自然听着 公公不说 小福安就不问 说实话吧 我在大明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何等的威风 可到了瓦礼 那就恰恰相反 那是去投靠人家 我就要看人家的嘴脸 听人家的话 你说 我能受得了这份气吗 公公 你师父在瓦礼 我们应该不会受气吧 我只不过是人家的一粒棋子而已 我庞兆天 只是我干爹的棋子 是我师父的一粒棋子 我心知肚明 人家只是看上了我武功好而已 到最后 你说 我能成为皇帝吗 所以 我才会不惜一切代价 要夺取张家的宝藏 有了钱 我就不用再听别人的话 看别人的嘴脸 更不用再做别人的什么棋子 可惜 最后是功败垂成 败在了张丹风和云磊的双剑合璧之下 沙公子 拜见庞公 沙大公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回公公的话 我 帮拥有要事要办 有要事办事吗 是 沙大公子 你是不是看我现在无权无事 想瞥开我 小人对公公一向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啊 国公公 小人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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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可以仍然称霸武林 我这一生也只败在张丹丰和云磊的双剑合璧之下 但是 我只要杀了他们 我就是武林霸主 照样可以呼风唤雨 疯狗 去死吧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如今大局已定 你应该可以放心了吧 是啊 业烈已被逐出关外 老百姓又可安享太平 能够化解这次的危机 实在是天下之大写 现在啊 我最希望我哥和静明 能够顺利地把宝藏交到大明皇帝手中 静明啊 真是没有看错 什么意思啊 你没看出来 静明对你更很好吗 我哥哥真是幸运 那我呢 云磊 我觉得有你在我的身边 我也真的好幸运 我也真的好幸运 但风 我明日想去麒麟山 好啊 我也正有此意 我要去看师父 我也是 那明日我们一起启程 走吧 师父见到我们一定很开心 是啊 鬼公公 我们已经打探到了张丹丰和云磊上山去找谢天华了 谢天华原来还没死 公公 有谢天华在 我们动手会不会有困难呢 谢天华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他还能阻挡得了我 可是有张丹丹丰和云磊在一起 他们如果双剑合璧的话 双剑合璧 夏福安呢 刚才你也说了 他们在一起才能双剑合璧 如果我不让他们在一起 他们还会有什么办法吗 公公实在是高明啊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师父 担风 兵磊 师父 担风 师父 师父 那张军事地形图已经交给于大人了 宝藏也都献给大明了 我虽然在这里隐居 但是野猎攻打京城 最后被逐出关外 我都知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最后能化解大明这场危机 单凭我一人之力 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是大伙 共同努力的成果 从瓦砾到中原 你经历不少磨难 整个人也都变了 师父很高兴 看见你成长了 只是成长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牺牲了那么多人 就连师父你 都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说了 现在 你还有事情要办 就是想办法 把你父亲救出来 我是打算回瓦砾去救我爹 然后当面向他解释 请罪 毕竟光复大洲 是他一生的红月 你和云磊回去 你爹知道 你化解了张云两家的仇怨 他一定很高兴 师父 这次我们回去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师父 我没有听你的话 跟丹风走了 你会怪我吗 师父 我和丹风经历了生死 谁也离不开谁了 现在就连我哥哥也接受丹风了 求师父 不要再反对我们了吧 我有什么资格去阻止你们 我甚至都不懂得处理自己的感情 你师伯 我曾经那么爱他 你曾经那么恨他 我只是以为他辜负了我 就是薄情寡义 但原来他比我更痛苦 更温柔 我真是好悔 当初没有为他着想 一切都已经成过去了 师父 你现在又和师父走在一起 过去的事 就不要再想了 老天早就有了安排 只不过是在考验我们 看我们懂不懂得处理 因为 两个人走在一起 并不是我们 所以要珍惜眼前 免得错过了 将来会后 终身离开 过去是师父太偏激了 现在师父想通了 我希望你和丹风 能一路相随 直到永远 谢谢师父 你哥哥在朝廷为官 继承你祖父的遗志 你爹在九泉之下 也可以安心了 我哥哥最大的志愿 就是像爷爷一样 报效朝廷 现在 他终于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了 天冷了 我们回屋去 走 明天 闪 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会在窝里吗 大哥 天花 师父 不用寒了 进去找 张丹丰 看来你我还真有缘分 怎么 没想到吧 你我又见面了 保证我已经交给朝廷了 你还想要什么 要什么 瞧你说的 我想要的 是你的秘密 我说你也想要的 我说你还真是 你还真是 你还真是